那另外呢 有个听众朋友们他留言 这个我想您应该也可以解答 我记得我到你的店里逛过 您也是有这个床的这个选择在那里嘛 有个听众朋友们天下父母心 他说他们家的女儿呢 现在想给他添置一个床 那以前都睡单人床 现在女儿长大了 想把他换大一点的床 但是呢 他的小孩正在青春期 正在长身体 那不晓得床垫跟床框的选择 有没有什么选择的窍门 因为美国的床垫好像相对比较起来 比亚洲的床垫还要稍微软一点 对于长身体青春期的小孩 应该要怎么选 是比较恰当呢 这可不可以请我们黄都电器的这个朱莉姐 首先呢 我们就是选择要注意三项 一个呢就是尺寸的选择 再来是种类的选择 第三是支撑度跟舒适性的选择 那么您刚刚讲的尺寸的选择 那我们就知道有 Queen Size Full Size Queen Size 跟King Size 那这个他都有一定的尺寸的 那么呢 在您购买的时候 如果您家里的这个床架 是还想保留旧床架 那么呢 床架跟床垫的尺寸 它必须是一致的去支撑这个床垫的 这个平稳性 所以说如果您保留家里的旧床垫 您就两一下 在买床垫的时候 你要配合一样的 那么如果说您家里呢 就是没有这个床垫要新购 那当然就以房间空间的大小 跟使用者的身高啦 体重啦 或是您单人岁 双人岁来决定尺寸的大小 可是呢 最重要的 不管是您刚刚说的老人跟小孩 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个尺寸才购选择中呢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那根据三点 一个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您要去试它 第一个是根据它的舒适度 第二个是根据它的受力度 跟第三个是根据它的支撑度来决定呢 这个床垫呢 适不适合你 所以说您躺下去 你要感觉到是软硬适中 然后你要感觉到它是自停发稳 自然它就能够一觉睡到天亮 它就提供给你最佳的心力啦 体力啦 它甚至我们孩子上觉得脑力的来源 都是从优良的睡眠开始 来作为最佳的保证 哦一定要亲自去躺躺看睡睡看呢 所以如果这个女儿呢 不管是100磅还是200磅 反正她一定要自己睡一睡 因为像我自己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真的就是100磅 那我在生baby的时候 我真的有到200磅 就两倍大 所以这个情况 它的这个床垫其实要做调试 如果我是突然增长很多 或者是减肥很多的话 要床的舒适度 对自己的脊椎的这个发展状况 其实这个每隔几年 我们要调一次是不是 对蛮重要的 就是说你躺上去 特别是不管老人孩子 我们要觉到到 它的那个支撑力 就是重点在那个腰部 绝对不可以悬空 因为腰部悬空 也就是造成你将来的 颈部啦腰部啊 颈椎产生问题的 这个骨架上面的问题 一个最重要的点 那么还有它床 一个床垫好不好呢 是在于它的 除了说刚躺上去要舒适 它还要能够长期的支撑 因为你就想 我们一天大概都睡6到8个小时 那么一个好不好的床垫 就在于就是说 在支撑100到200磅的体重呢 还要睡它个8年10年 它可以撑多久而不凹陷 然后因为凹陷造成睡肢不良 就越睡越累 所以这个呢 在您购买的时候呢 都要了解一下它的这个支撑结构 太棒了 谢谢您的提醒 再次谢谢我们黄都电器的Julie 谢谢 谢谢 好的 拜拜